大家好,我是松樹班的豬亭瑞 我今天要講的故事是聖誕熊 冬天來了,天氣冷了 水一片一片的落下了 大地好像穿上銀色的大衣 鈴鈴噹,鈴鈴噹,鈴聲著三輛 小白熊一邊唱著歌一邊跳舞 等等聖誕來臨 哇,地面上有一包一包的聖誕路 可是好像少了一樣東西 是少了聖誕瓦還是聖誕熊 小白熊想了半天突然叫起來 他說是少了一棵高高的聖誕樹 到哪裡才能找到聖誕樹呢 他趕快去找他最好的朋友 小雞和小羊來幫忙 小雞和小羊都搖搖頭說 他們不知道哪有一棵聖誕樹 小白熊說先到我家我們再來商量 到了小白熊的家 他們一起商量總做一棵聖誕樹 小雞說用草做好嗎 小羊說用果汁做好嗎 小白熊不說話 小白熊想到他們家的倉庫裡面有很多東西 他去他們家的倉庫裡面找了一些東西 他用一些東西做了一棵聖誕樹 很高興的唱著 小雞和小樣菜 跑到門口 他說哇是一棵 高高的聖誕樹耶 謝謝大家我的故事講完了